在少年漫画中 血统家族论一直都是 主角光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鬼灭之刃这部少年 Jump的漫画作品也没能免俗 主角炭治郎和妹妹你豆子所在的造能家 虽然是一个耐炭为生的家庭 但却传承着独特而有强大的战斗技巧 而他们有着一位神秘而又强大的父亲 炭治郎 就是他将造能家的战斗技巧 交给了炭治郎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炭治郎的父亲 炭治郎的父亲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去世多年 这也是造能家因被鬼袭击而灭门的原因 要知道如果父亲炭治郎在的话 就算是无惨恐怕都拿他没办法 因为炭治郎有着胜过 目前鬼杀对所有著的实力 能够熟练使用疑似为日之呼吸的火之神神乐武 还可以进入通透世界 或许只看过动画的朋友们 对于这些设定并不了解 没关系 阿伟我接下来就来一一解释 日之呼吸是最强的呼吸法 也是目前所有呼吸法起源 在三百年前无惨就曾被使用日之呼吸的见识逼入绝境 但后来这一呼吸法在鬼杀队中失传 而唯一继承了日之呼吸的人类 就是曾与日之呼吸见识 有过短暂焦急的耐探者探极 也就是探治郎的祖先 探极的后裔代代相传的东西有两个 一个是如图信式的耳式 就是探治郎现在带的那一对 还有就是疑似为日之呼吸火之神神乐武 而探极当初如何从日之呼吸见识那继承耳式 并学会火之神神乐武 故事中还没有提及 据探治郎描述 附近探石郎是一位像植物一样的人 他形容不形于色 气息平稳就连重病将死之际 也没有丝毫改变 而这种气质很可能是他 熟练掌握了火之神神乐武的呼吸法所造成的 尽管现在探治郎已经能够使用火之神神乐武 但他的身体还是无法承担 这一系列招式的负担 相比附近探石郎在重病的时候 也能将火之神神乐武 从绿络一直跳到天明 并丝毫不会感到疲惫还差得远 而熟练掌握火之神神乐武后 太神郎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境界 那就是可以看到通透世界 通透世界是目前为止 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强战斗领域 在通透世界中自身会化为武 并且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透明的 相对速不及慢 太神郎曾在重病将死之际 在探治郎面前演示了一次 以通透世界的技巧轻松秒杀巨雄 而探治郎则在铝一窝座的战斗中 进入了通透世界砍下了他的头颅 连火之神神乐掌握的并不熟练的探治郎 都能够进入通透世界压制上弦之三 那传授他这一切技巧的父亲探治郎 有多强可想而知 探治郎的强大可能并不仅仅与他 常年修行火之神神乐武有关 遇上一代炎著所说 被上天选中日之呼吸 使用着头上生来最有红色的疤痕 而探治郎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他天生就有着 使用日之呼吸的资质 所以与火之神神乐武才有极高的向性 或许探治郎年轻的时候 加入鬼沙队的话 鬼沙队就会成为 拥有一名和三百年前一样 手持红色日伦刀的最强剑士了 值得一提的是 探治郎头上也有红色疤痕 但这是他曾经为了保护弟弟 而被火炉烫伤所致 并非天生 因此他可能并不适合日之呼吸 所以在使用火之神神乐的时候 会感觉身体服务过重 另外 探治郎的日伦刀是黑色刀刃 但在你斗子之血加势下 就会变成三百年前日之呼吸剑士 所使用的红色刀刃 这或许是因为你斗子和探治郎 都继承了一部分探治郎 日之呼吸的基因 也解释了为什么你斗子作为鬼 能够进化到化日光 并且血鬼术会灼伤同类 综上所述 相比男主探治郎 他的父亲探治郎才是真正的天选之人 可惜因差养错之下 并没有与鬼沙队结缘 或许几十年前鬼沙队 有探治郎加入的话 他们与无产之间的战斗 现在就已经结束了 探治郎和你斗子 请留言告知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关注我 按你们